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县长徐正伟会见了台湾联合大学系统的副校长林一平 成功大学资讯系的教授苏文玉等人 畅谈智慧农业的发展 生物科技 食农教育和农产价值等议题 林副校长以简报讲述了智慧农场战情事等概念 以实物上运用的成果 希望能够对农友们带来注意 欢迎收看许正伟会见台湾联合大学系统 系统副校长林一平 成功大学资讯系教授苏文玉等人 参谈智慧农业发展 生物科技 食农教育 农产价值等议题 中央大学 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 以及阳明大学 四所大学 就为台湾学术研究相当优秀大学 当相较于国际一流名校 四校就有规模过小 学们不完整的缺憾 有件因此 四校在教育部宣布 施行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之后 在97年1月24号 奉教育部核定正式成立台湾联合大学系统 台湾联大系统副校长林一平简报表示 通过导入高效率物联网平台完整串联 前端各个数据搜集器到人工智慧云端平台 在平台进行中端及数据AI分析 最终控制后端各个决策 建立智慧农场站形式平台 通过数据搜集提供AI预测的模型 建立专属农业场域的AI预测系统 辅助农业们更精准的农业管理栽培 他也透过简报表示 以先进科技种植姜黄、草莓、巴西蘑菇、丹森等 投入食物使用的成果 确计后续能够与县府合作 共同推展智慧农业 建立学统表示 智慧农业为花林县最重要的市政方向之一 县府直立推动花林县农业产业结合智慧生产 以及数位服务 提升整体生产效率以及销售新增力 共同依照花林智慧农业优质农特产品发展环境 并且提到 希望能够串联台湾联合大学 成功大学 花林在立学校共同合作 发展花林智慧教育 并将智慧农业的科技导入国中小 向下扎根 进而培养国家未来的农业人才 接着终于华州老 实际上 我议事为的状况